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支持我们 相信我们会尽力的作品 你都看过了吗 这几个特别 那个没有 上次我有听过三个礼拜之后 那这个平面的东西 要从头开始找 后来我现在是这样想 想说我们这样做 就把原来的想法 属于我现在已经讲到了 变成一个方便的 他说要不要利用这种转角 我们如果正好隔间出来的时候 是在转角 他就正好那个感觉不会太拥 还有他那个台架的高度 你记得知道我们上次是 硬把一张座的位置 这个人要考虑 那有没有这样子 把你 学校他都借到什么 因为他不算是这样 因为做你事先要分几个区域 你的隔路 你真的知道是这样 我想太多就都以三公尺算了 不过那个 那个容固有没有宽 有没有那么长 三公尺 对啊 我们把椅子都倒出来 你说的 我还是搞不太懂啊 他比如说这是天花板嘛 对不对 对 把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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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你跟我拼命 你跟我拼命 有你拼命